前两天,曼丽跟我说她恋爱了 从上一段感情结束到重新开启新的感情 她花了整整三年时间 那三年并不是不想恋爱 也不是没有遇到好的男生 而是自己一直生活在负面情绪中 关闭了接受美好的能力 曼丽说,现在想来真的很不值得 当初分手后,充满了对前任的怨恨 就希望她过得不幸福 所以老想办法要怎么报复 前任的新恋情都被曼丽缴合得不得安宁 代价是,曼丽也一直过得很不好 经历了漫长的报复和消耗 曼丽才突然想通 前任和那些伤害必须翻篇了 不然自己永远得陷在没有快乐的泥潭里 看不到幸福 所以她删掉了前任所有的联系方式 把精力全放在了自己身上 生活渐渐有了阳光 也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 我记得在奇葩说里,马东曾经说过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终究会原谅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很多人或是会让我们烦恼 不是因为她本身如何 而是因为我们太过在意 才有了被伤害的机会 释怀不是原谅了对方 而是选择放过自己 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吧 东京122度 北纬31度 我在中国上海 你在哪里 嗨紫敬 我是可乐 我在广州 祝你晚安 我是小佳 我在浙江湾州 祝你晚安 嗨紫敬 我是爱欧 我在湖北武汉 祝你晚安 嗨你好 我是紫敬 这里是深夜治愈所 我和你的治愈星球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辆火车上 有个醉汉喝得醉醺醺的 冲撞了很多乘客 一旁的女孩看到后问妈妈说 她是坏人吗 妈妈说了一句 不 她只是不开心 因为这位妈妈想到了自己 也曾经在挫折 困苦的时候 脾气暴躁 伤害过身边的人 所以她才不会和这个 罪悍计较 路易斯海在他的书《镜子练习》里曾经写到过 不愿意原谅是一件对自己很糟糕的事 愤恨的情绪就像每天吞下一勺毒药 日积月累下来会对你造成伤害 当你让自己被过去束缺 你就不可能健康 不可能自由 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继续受困 继续愤恨难平 或者你可以帮自己一个忙 原谅并放下过去 然后向前走 创造快乐又充实的人生 因为原谅不是为了他人 而是为了自己 有人说 明明原谅了一个人 自己却无法快乐起来 那是因为你忘了原谅自己 豆瓣上有一个放弃清单 上面有人放弃了 喜欢了八年的女孩 不追了 有人放弃了周游世界的愿望 太难了 有人放弃了对前任的报复计划 太累了 与其总是执念着 让自己徒增烦恼的事 他们终于决定 不再难为自己了 张小贤曾经说过 小时候假如记性不好 是会挨骂的 然而 当你长大和变老后 你才会发现 有些人和有些事 能够忘记 是幸福的 人生该忘的要忘记 朝前看 才能继续前行 我没有原谅你 我只是放过了我自己 我只会发现 你才会发现 我只是学会发现 我只是教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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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闻 我只是听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